第四十二題,四十二題到四十五題是題主 右圖是一個電中性的金屬球 小明利用李化克所學到的知識 取一支帶負電的塑膠棒 以甲、乙、丙、丁、霧 五個步驟 未按正確順序排列 最後使金屬球帶有靜電 如下圖所示 回答四十二到四十五題 第四十二題是問 在步驟甲中 帶負電的塑膠棒靠近金屬球 使得金屬球上的正負電荷分離 此現象稱為何 這老師上課的講過的 讓一個帶電體靠近導體的時候 使導體的正負電荷分離 暫時帶有電的現象 這個稱之為靜電感應 所以第四十二題問我們說 此現象稱為何 我們答案選的是 竜靜電感應